由台大使燕林台北北海福人社 水里香工共同辅导建立的水里香 永新村大树文威坊 经过长久的训练后日行举办成功发表会 我先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第23届 那个3482地区 北海福人社 我是第23届社长 很荣幸就是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偏乡能够服务 我想我们这个 全球奖助金的一个服务计划 是我们福人社的 应该算是一个大的 一个计划 我想我们历经三年的时间 我们的 BB Allen 他当社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构想 就是想要来做 这个计划 接下来的时候 接下来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 BB 当社长的时候 我们申请的这些金费下来了以后 开始执行 执行 执行到我接任的时候 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很美好的ending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 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说实在 我们花了这个两三年的 这些的功夫 我们是认为说 没有白费 也是开花结果 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个计划 能够让这个社区 他们能够永续经营 那我想在我右边旁边的 我们的 那个 PP Fortune 他是在这个计划当中 出了最大的心力 最大的 最大的付出 台大实验宁也指出 经过一年的训练与上课 终于有好的成果 未来将会持续协助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这次 透过这个福人社 然后以及我们水里的 永兴社区发展协会 然后跟我们实验宁大家一起来 完成这个任务 那真的非常开心 这样子的一个 永兴的这个大树 烘焙坊的成立 让我们这个 想要翻转这个社区的一个 经济的部分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那也是要落实 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的一块 那我们相信 这今天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希望永续经营 那让这个地方 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社区 能够有很好发展 那我们台大实验岭呢 其实一直有在做社区 林业跟共农计划的部分 那跟社区有很多很多的合作 那我们这次就是要 媒合社区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然后用媒合社区之后 大家来发想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跟我们的福人社来申请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执行 那大家经过了 一年多的培训 包含了商课课程 包含了行销课程 然后等等的这个种种的一个 克服很多的困难 然后让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那今天这个成果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设计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 他们的销售平台 那这个其实在他们的脸书 以后平台出来之后 我相信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可爱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一定可以永续的经营 因为他们其实重点还有是 他们是用在地的一个 食农的一个区块 去结合小农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五星级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过程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品尝过之后 一定会想要再次的那个 来跟他们订购这样子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面包点心 那让这个地方可以永续的发展 其中这次在台大的协助下 水里香市区的一间标榜是 李商村的旅馆签订合同备忘录 未来将协助推广大树烘放的产品 因为计划本身也很复杂 我们也有责任要跟我们的 国际服务人的RI 要做最后的一个结案的报告 我想在这一方面 我们福大哥他的关心 我想是这个计划 最后成功的最后最后 最大的帮助跟帮忙 我想我们国际服务人 做完这个计划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他也能够把这个计划 能够永续的经营 交给这个社区 今天能够看到有这样的成果 而且已经初步来讲 已经有开花结果的这个成绩 我说实在我们每一个服务 这个计划的成员都非常的高兴 那当然后续的经营 还需要靠他们自己 我们已经把我们前段 该做的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是我们刚刚有这个成果发表会 有看到一个部分 就是跟地方的一个企业 一起来合作做一个备忘录 就是说我们来购买企业来购买他们的面包 然后做他们的早餐 那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开头 抛砖引玉 实验你来梅合 我们的成租厂商是用 我们的李山春的一个饭店业者 一起来做的一个区块 那接下来不止这一块 我们可能很多 我们可以再来梅合其他的企业 一起来这么好的食材 让大家认识大家知道 那我相信这个起头之后 就会可以陆陆续续的让大家看见 这个这么棒的一个地方 虽然水里是偏乡 但在台大实验林 水里山公以及福伦社的用心下 不但设立烘备方 更让地方居民有第二专长 对此陈说议员也表示肯定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水里山公 徐校长的引荐 让我们水里山永兴社区 能够受到我们台北市的北海夫人社 他们的一个关心 然后资助了两百多万的一个烘焙的机器 建筑到我们永兴社区 来做一个烘焙坊的一个训练 以及培训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水里山公的餐饮课是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就利用我们餐饮课的烘焙 这些师生来带动我们在永兴社区的 这些烘焙的学员 那当然这个一定要还有经费 以及这些机器 那在这里所谓感谢我们台北市的 北海夫人社前社长 以及现任的社长 能够募集了三十多个社友集资 然后来购买这些机器 让学员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培训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在今天到现场来做一个成果展 当然人家讲的就是说 有精力 有知识 就能够带领很多弱势的好朋友 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成长的一个领域 所以在这里 所谓代表我们地方 感谢我们水里山公 我们的台大水泥泥以及我们台北市的北海夫人社 社区理事长也表示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现在终于有甜美的果实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继续协助 苏多做我们这里的烟焙区的主任 我也想念 那时候做主任就一直帮忙我们五文六社区 推动一些观光 休闲农的观光 刚刚刚疫情将近要三年 与周主任和陈主任 想要出大了很用心地跟我们赌三天 刚刚在那天顿很大 我最感谢就是陈淑会议员 与我两个的船长和社区理事长 很与我们台湾的疼心和照顾 和陈淑会议员 我代表我们英兴 五文六社区和陈北方 感谢我们这些社长和国分社 这些的先进 来这边这样大历 来帮助我们一些历史的妈妈 希望这些陈北方的社员 一定不能恢复我们这些国分社和国丹会 尽心尽力把我们赌三天 为我们五文六社区 会让我们驚出一条 真正休闲荣业的观光 和这些产品都会让我们新销出力 这个年五月 让我们这个方北方的感觉 我们要烦恼一项 第一 十安 因为我们造型的产品 这一定要安全 因为身为无薪水的附质研 这个压力很大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就是电的电池 因为我们造型的产品 如果没有每个多少的金额 我们要烦恼两个三四千块 这个心声也要说我们这些社长 和国分社给他们了解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 专心专力和我们协助 和我们的三边 会让我们一一 慢慢地推动出来 这次除了陈国展以外 台大与企业也有签订合作备忘录 对此陈说议员也相当感谢台大学年的用心 那刚刚一直在提水底商工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有台大学年 台大也跟我们水底地区的很多所学校 做了一些学术上的一个学习课程 那当然在永兴国小 也是我们台大必当来做一个辅导的国小学校 这一次的烘培房台大也出了很大的一个力量 在未来台大还会利用很多通路 还有换售行销的平台 帮我们大树烘培房的这些学员来介绍行销的一个通路 包括最近也已经跟我们台大他们所委外经营的三菱企业 来做一个签订合作的备忘录 希望说有多远的来做一个辅导 让我们水底厢的这些学员 还有他们所学习的这些成果的东西 能够有很大的一个行销 带给他们经济上的收入 而红贝房内除了硬体设施以外 在实质上也相当的优秀 在水底厂工的协助下 更配合出许多优秀的红贝人才 如果说这个是一个BOT案的话 那现在这个案子 刚刚听我们程庆明这样讲 一定快要OT出去了 一定有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就是他要永续经营 那当然如果说有在地的像李山 像台大实验岭这边的所有的各种单位 能够让这个计划能够更延细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福人社的初衷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希望 我们的福人社这边 继续来支持这个案子 那特别感谢我们 给我们水上同学跟老师 有服务的机会 因为这个场地包括建制 包括师资 这整个就由我们杨淑玲老师 参与科带领他的以前的学生 那也有我们的一些心力的参与 当然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台大实验岭这边 除了在整个的课程的规划 整个的一个活动的进行 跟今天的所有的之前的所有的 其实在这个计划里面 别有粉丝来这边大概每半年会来一次 那这个就其中 这个算是期末了 关心然后减合我们的KPI 减合我们整个的进度 今天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就如同刚刚讲的 希望能够再继续的一个研续 那包括行销 我们特别 因为有台大学院里面的一个 辅助跟介入 那让这个计划会更完整 实验黎明所也表示 经过一年的考验 学生们的成果不但卖相非常好 品尝一下 更吃出许多在地幼稚农产的味道 其实这个活动 这个计划真的要特别的感谢 福人社这边的很大力的一个协助 然后我们那个水商 这边也很多的帮忙 那以及我们的那个水里营林区这边同任 真的大家一起来努力 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成果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在来之前 我来到这边我比较早到 然后我就 就是陈佳营这边 他也很热心的就分享了 他们的那个南瓜的那个可送面包 真的超级好吃的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想分享 就是说他们有脸书了 其实大家如果回去之后 很想要品尝今天吃吃看 然后觉得真的这个在地的味道 因为它是结合在地的小农的一个在地的食材去做的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食材 然后有透过雪山老师这边很专业的老师 来帮他们做五星级的一个这种指导的方式 那真的做得非常的棒 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们也都在辅导说要做一个那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如果之后出来的话 大家也都可以在网路上来做一个相关的订购 这其实我们重点就是刚上有提到 还有校长提到永续经营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我们处长也一直提到说 我们要做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要落实我们的一个大学社会责任 那实验宁在这一块之下想说要深耕地方 把我们这个这么美好的地方带给大家认识 然后希望能方转这个地方的经济 那我今天也算是回娘家 那我之前也是在水里这边担任主任 那我非常的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温馨的地方 所以也欢迎大家之后可以分享 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个这么可爱的地方 这次的生活展展现一年来培训人员烘焙的专业技巧 并与水里相识区的一间标榜市 第三村的旅馆签订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持续推广大树红备放的产品 共同提升双方品牌价值 明星文秋平一专题采访报道